四黑吧 佣兵 来观战一下 这边心理病患 佣兵加古董商打的是梦之女巫 这把好看啊 这女巫打职业四黑 这阵容又扎实又能打 我感觉这女巫要被垂暴啊 这阵容女巫怎么打呀 这阵容我觉得女巫 她得是那个 打之前东悬比赛里面 打出来的那种打法 张狂 挽留 带个闪现 这种打法能打 这边的话过来找堂哥 应该是堂哥 这刀没打中 那么一个信徒补刀补中以后 放狗咬住 这个开局 堂哥这一勾交的有一点点问题 没交好 那整个局势就有一点点偏向于女巫的宝瓶之身呢 因为本来在我看来 这个阵容的一个牵制力很强的 这边心里无限贴 小情侣帮忙 硬扛 两个人现在分散了 这边的话 来找下一个队友保护一手 古董伤 这边放狗咬住 古董伤这边的话 虽然说能够帮忙去压一手这个信徒 但是这边只要狗咬住了 我觉得这个该倒还得倒 就狗咬住了 你说实话 想要操作起来 你得在一个非常强的点 刚才那个点我觉得不够强 这波穷者可以考虑如何来保平 反正三个钩子也交完了 你说实话呢 倒的快不快呢 也不算快 就跌刀吃的有点快 但是倒的其实不快的 倒的其实不快的 这边毕竟是心里过来帮忙奔赴了一波 然后呢 古董伤帮忙打了两棍 拖了一下时间 就看球者这边怎么来运营一个平局了 运营一个三人开门战了 也不叫平局 说不定三人开门战能出现三跑的 卡一个极限血线救下来 然后佣兵帮忙拍板子嘛 自己拍切闪 女巫这波切闪 可以啊 但这个切闪呢 就说实话 后面的节奏上面来讲 因为你这波切闪启动 你只能拿这一刀 再去补一个佣兵的信徒 节奏可能压不住这个密码机 他可能压不太住这密码机了 就挂上这边的心理 挂上这边的那个病患心理 直接给仪琴 仪琴给满以后 佣兵这边是无所谓的 你打不打我都一样 打我消信徒 只要能保证一个三人满状态 这边不要再倒人 求人就是可以运营成一个三人 四人开门战有没有可能 四人开门战的话 得帮我们扛刀 得打架 应该是不太能行 机子是不太够的 派古董商过来 古董商的操作上线会更高一点 佣兵这边的话 反正管自己修机子嘛 你只要不打个震慑就行 你把吃一刀用并无所谓的 这边来 看一下镜头给到古董 六棍空五棍 来看第一棍 中 那边直接交闪现 交完闪现 古董商这边的话 吃上寄生应该是要走了 还想打 密码机不够的 最好不要打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打呢 你可以打下来 然后呢 病患这边可能还能再玩一玩 但是再怎么打也打不出一个什么呢 也打不出一个四人开门站的 因为密码机不够 然后万一古董商这边再倒地了 那就是杰作不断按挂上一个再挂一个 要知道佣兵那边是有信徒的 掉信徒来包夹这边古董商 古董商 带飞轮 有棍 还是有操作空间的 只是现在被两边包夹呢 我觉得两边都有操作空间 就看谁操作更好了 一混甩 好的 可以 这边的话 女巫的一个信徒 当时过来的那一波 没有及时的切啊 不知道是CD没好还是怎么样 这里古董商扛住了 扛住的话 机子差不多够了 机子差不多够的话呢 对于女巫来讲 现在核心问题 他要找到什么呢 找到这个心理 其实古董商不太好处理的 他得找到这个心理 才是他开门战的一个 无论宝瓶也好 真胜也好 这个心理才是他真正要找的人 才是那个突破点 才是那把钥匙 宝瓶 我抓你心理 稳稳宝瓶 真胜 我秒了你心理 再去找其他人 我有机会能真胜 心理这边给你鼓鼓掌 心理的话是国服SE佣兵啊 这里摸一下 队友这边的话 如果说那个 悄悄的点亮了 那吃闪吧 闪现一刀倒地 悄悄的点亮 佣兵这边点门 古董商信徒应该是压好了的 你过来我直接消信徒 这边交闪现过来补信徒 补完那边也拦不住的 古董商这个信徒应该是压好的 肯定压好的 走了平局 心理这个蹭一下 蹭一下 蹭一下 把它蹭量了 不知道是真想蹭量 还是怎么说 但确实这个局 因为变换前期倒得快 所以说 也没有什么太多办法 去排一个一面